十几年来第一次太旧坏心的这台洗衣机 真的好安静哦 之前的台洗衣机脱水的时候都炒得要命 新的这一台明明转速就比较快 反而比较安静耶 洗好了耶 我来了 已经洗好了 干嘛唱歌 橘子啊 你不觉得 已经洗好了 好像洗衣机在这样唱歌 已经洗好了 对 有道理耶 对哦 听起来可是清清楚楚的耶 已经洗好了 我觉得你唱得有点走音 应该是 已经洗好了 才对吧 哪有可能唱这么多啊 怎么听都是哦 已经洗好了 这对啦 不是吧 已经洗好了 才对 哎呦 是你搞错了啦 妈妈我可是每天都在听耶 不会吧 你真的认为你唱得对哦 咦 干嘛 这还要问吗 咦 你咦 什么咦啊 不然我们再听一次好了 好啊 可是这台洗衣机 只有一幅洗好了才会唱歌吧 哦 对哦 既然这样哦 那我们明天就再来听一次 那我们明天就再来听一次 嗯 就是这样啦 你错了啦 我唱得果然才是对的 哎 怎么会啊 你刚刚没有听出来哦 妈 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吧 已经洗好了 怎么听都是这样啊 我说橘子啊 你的耳力怎么这么差啊 已经洗好了 哼 他是这样唱的啦 不对不对啦 柚子啊 你来一下 柚子 什么事 柚子啊 你觉得咧 那个怎么听都是 咚咚咚咚 对吧 好 咚咚咚咚 这对啦 已经洗好了 这样才对 那你觉得呢 柚子 你说说看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当然是在讲洗衣机啊 快说 安坐 得再仔细听一次 不然不知道 柚子 你到底在听什么啊 问你哦 真是没露音了 什么跟什么 这首歌好像在哪听过 我回来了 哦 你回来了 今天晚餐吃什么 吃咖喱的 太好了 是咖喱的歌啦 妈 你现在哼的这首咖喱的歌 旋律怪怪的哦 哪里怪啊 这是咖喱的广告歌吧 晚餐不知道要吃什么才好 孩子问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呢 就回答是咖喱 就回答是咖喱 不是这样唱的啦 是这样 就回答是咖喱 就回答是咖喱 这对啦 我就说你唱错了啦 难怪我一直觉得怪怪的 就回答是咖喱 就回答是咖喱 才对啦 你真是没药医了啦 就回答是咖喱 这样才对啦 不是这样唱 每次听你唱就觉得不舒服 你这孩子很烦的耶 你明明就唱错了啊 这个广告歌已经没有再播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确认嘛 反正我唱的是对的啦 绝对不是这样唱的 我唱的绝对没错 这首歌绝对不是这样唱的 绝对是这样唱的 绝对不是 绝对是 他们在讲绝对应感的 绝对不是 不是那个绝对啦 正是的 骂实在是太顽固了 哎呦 哎呦 不对啦 你干嘛把绝音提高啊 这样才对 喂 喂 橘子 到底怎么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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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在干嘛 潜水艇游戏 什么潜水艇游戏 又不是小孩子了 嗯 柔子 你知道潜水艇 为了防止进水 还特地覆盖上一层 涂有油的皮革 潜水艇是靠十二根桨来滑水前进的 当时是利用管子来吸取空气 所以最深只能潜到四点五公尺处而已 嗯 这 这是什么 是鱼雷 是鱼雷 啊 你报病 哈哈哈哈 还有二十分钟才到午休时间 肚子好饿哦 不会吧 不会吧 叫得这么大声 呃 这个咕噜声是花鸡子吧 丢脸似了 通常只要到了那个时间都会这样啦 嗯 咕噜声太大 连我自己都吓一跳 我最近也觉得第四堂课很难熬耶 嗯 很难熬吧 怎么不干脆 让我们提早一个小时午休算了 嘿嘿嘿嘿 这不可能啦 不过说真的 我们如果一直吃下去 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 光是想下就觉得很恐怖 这可真是好吃 小青 你有吃一个框框 so cute 那这个我找鸡块的可觉得吃得好 谢谢 嗯 好可怕哦 下一堂正好去体育课 吃了这么多得运动一下才行 就是嘛 今天要多跑几圈 结果又买零食来吃了 上完体育课总是很容易饿耶 嗯 运动量那么大 难怪肚子会饿啦 不过中午吃的便当 说不定根本还没有完全消化碗 说得也是耶 为了吃这个面包 结果这么有罪恶感 唉 我也是超爱吃这个薯条的 嗯 你们怎么了 不吃啊 不吃啊 箱子也买了零食啊 大福啦 因为我肚子好饿啊 很饿吧 只是最近好像一直在吃东西 我们正在聊 再这样下去 体重会不得了呢 啊 不过 听说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哦 蛤 昨天女明星大甜甜在电视上有说 她说她以前高中的时候 脸颊鼓鼓的身体有这么胖哦 啊 可是 大甜甜她不是模特儿出生的吗 一直都很苗条啊 但是 她说高中时期她很爱吃 当时胖得不得了 这么说 她下了很大的功夫减肥咯 不是哦 她说她从来都没有减过肥 嗯 什么意思啊 她说过了二十岁以后 什么都不做 身体也会自然地瘦下来 嗯 我才不信 哪有可能什么都不做就瘦下来啊 她说 女生在高爱的时候是高风期 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尊重自然会消失不见 而变苗条呢 哦 我们现在就是高二啊 没错 现在是我们想吃什么都可以尽量吃的时期呢 反正只要成年 自然就会瘦下来 哇 我突然觉得好感动 所以我决定吃了 嗯 嗯 小青 嗯 我们也吃吧 好 不好吃 今天的巧克力面猫真是好吃到爆 没错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条 我说你们三个 该不会把那些花都当真吧 啊 干嘛 你有什么意见啊 想也知道 什么都不做还能瘦下来 这当然是骗人的 啊 可是大甜甜汤 她一定是私底下默默努力了很久 为什么你可以说得这么笃定啊 你们几个真的不知道模特儿有多拼吗 啊 你们知道吗 模特儿都是极力忍耐不吃东西的 午餐呢也只吃一点点优格 因为经纪公司会严格控管他们的饮食 有些公司严格到只要体重增加 就会解雇 解雇 看到菜单就能马上算出卡路里 才能成为一线的模特儿呢 像这种大幅啊 一个有330卡 啊 还有 这个薯条 一盒是420卡 嗯 好多 至于 花橘子的面包 是 像这种加有鲜奶油的甜面包 总共有510卡 没错 你是最容易胖的 真相就是这样啦 吉刚 你干什么啦 别人吃得真开心 你干嘛突然跑不来 哎呦 反正我是无所谓啦 你们想吃什么就尽量吃吧 不过 不过什么 你想说什么 想吃还是享受 人类只能选择其中一边站而已哦 吉刚不用你多管闲事啦 你就只会说别人 怎样 你虽然身材瘦瘦的 可是你的肉看起来很松弛 你身上根本就没有肌肉 没有男生应该有的肌肉 嗯 没错没错 身材看起来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啊 没错没错 吃男生就最好多练点肌肉 看起来才有男子气概哦 嘿嘿 嘿嘿 你根本没资格说别人 周密过了二十岁以后 脸颊还种种的人好吧 什么种种的 滑橘子 我帮你确认肥胖肚好了 肥 肥胖肚 告诉我你的身高和体重是多少啊 我干嘛非告诉你我的体重是多少不可啊 你不要老是多管闲事 自己多锻炼点肌肉 哈 我对肌肉男一点兴趣也没有 是想吃还是享受 选择一下吧 哈哈哈哈 会没兴趣让自己变成纸片人啦 吉刚真是的 真是没想到 减肥输竟然有这么多耶 这么多 反而让人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么吃才能瘦了 说的也是 原来有这么多啊 是不是先来锻炼腹肌好的 断食到场哦 这个就有点 太极端了 我看我们还是先从简单的方式做起吧 说的也是 今天的简单道理是 美味中式鲑鱼汤 材料总共四人份 请试先准备好以下的食材哦 各位啊跟我一起来学吧 首先呢 把白菜切成一公分宽 再把五百细细的水和高汤纹一小匙 以及切好的白菜放到锅子里 然后就是 把罐头里的鲑鱼 把罐头里的鲑鱼 连汤汁倒进来 用罐头鲑鱼就不用事先调味了 连汤汁一起煮 就是这道料理的秘诀哦 送到来咧打开大火煮 等汤灰腾以后再转为中火 白菜煮熟了以后就先关掉火 然后倒进蛋汁 接着再把火打开 等蛋汁差不多熟了以后 就完成了 吃饭了 吃饭了 对了 来吃个苹果好了 你看你啦 既然都站起来了 就顺便拿个东西过去啊 要顺便拿个东西过去 这样就不用来来回回好多趟了 你看我啦 你小心一点嘛 不要紧吧 不要紧不要紧啦 橘子啊 你把那个芥末放在我的头上来 快点 放头上啊 你没有看到只剩下那一个啊 你就给它放上去吧 好 好啊 看我的 我妈娘去哪里啊 笨蛋 你们看 这样一次就搬完的 好轻松啊 哪里轻松 不轻松 好 今天晚餐喔 就用现成的材料来做 太好了 今天不用出去买东西了 嗯 保鲜膜怎么这么便宜 要赶快去买 可是今天没有要买其他的东西呢 只为了一个保鲜膜出去 有没有身边要买的 洗衣店又在超市的另外一边 稍稍去买买了 可是 对了啦 这个这个 太好了 太好了 还有这个啦 那就把那个这样 再把这个那样 展龙 这是上次跟你借的雨伞啊 你不用这么专程拿过来嘛 应该啦 即使是顺便拿来还的 没想到保鲜膜盘子 这这么多啦 完成啦 OK 刷下来是保鲜膜 这下子三件事情一次偷偷搞定 真爽怪 咖啡没了啊 来 咖啡呢 刚好喝完了 老爸只喝萌芽亭的咖啡 我买的时候可以买回来哦 这样哦 那就拜托你啦 嗯 不要忘了哦 我回来咯 你回来咯 鸡子啊 你有没有去买咖啡啊 啊 我忘记了 哎哟 我就知道 你这鸡子到底是遗传到谁啊 每次叫你做点事你没有一次记得的 气死我了啦 是吗 好惨哦 要不是你跟我说你要买 我早就去买了说 那我看我以后还是不要再帮你做事情比较好 你离宫下哈 你要是再这样忘当忘戏的 你这辈子就买咖啡啦 嗯 你以后嫁人要怎么办啊 嗯 不是我爱念你啦 你一直对别人的话哦 老是随便听听而已 所以才会马上就忘记 哎哟 比那次硬哥还没有用哦 硬哥 明天早上的咖啡要怎么办哈 你老爸如果没有喝萌芽亭的咖啡 说不定他就会 我不去了 搞不好他就不去上班了 哎哟 怎么办啊 安爪啦 我可以进去家里面了吗 妈 我现在去买咖啡回来好不好 不用啦 我自己去买的 我不要交代你了啦 这样我比较轻松 是吗 那你买吧 可是只为了要买咖啡出去实在是浪费时间呢 嗯 有没有什么顺便要做的事 要做的事昨天都做完了 接下来我看 哈 太好了 刚好可以顺便去洗衣店呢 我要出去了 橘子啊 你把咪洗一洗 洗四人换的哦 我知道啦 你不要又忘记了哈 哎哟 知道啦 你不要听 好啦 你不要听 不要听 想一遍 先一点 smer 萌芽亭 快要到了 上面就是萌芽亭 萌芽 狗烧 请问今天没有营业是不是 他们今天休息对不对 不管怎么等他们今天都不会开门 对吧 你如果昨天来的话 他是有营业的 我想你明天再来 应该就会有卖的喽 如果橘子放学有顺便来的话 妈 我回来了 萌芽亭今天供修 这样 我怎么这么倒霉 我可是特地出来买的 气死我了 哎呦 我 好痛 我回来了 你回来啦 妈 刚刚真的很对不起哦 我已经洗好米了 你怎么了 萌芽亭今天公修 真的吗 什么嘛 那个袋子 洗衣店 难道洗衣店今天也休息吗 太难了 怕我忘记顺便要去洗衣店了 顺便的过头了 橘子啊 干嘛 电视说今天是最冷的一天 你穿这样会冷哦 我跟你说 你在里面穿上这件妈妈的欧巴桑卫生衣去上学 不用了啦 没要紧啊 不然你会感冒的哦 要把它穿起来哦 今天是最冷的一天 好吧 算了 全去上学好了 变得跟欧巴桑一样 所以才叫欧巴桑卫生衣吧 好了 领口的地方看得到欧巴桑卫生衣 跟欧巴桑一样 想办法把跑出来的地方藏起来 把这边拉出来才能把它拉进去 这应该可以了吧 不错不错 另一边的欧巴桑卫生衣更明显了 不行啦 那接下来 不拉这边好了 这样一来 不见了耶 不见了 这样就没问题了 还是有问题 你在干什么啦 快要迟到了 这会从领口的地方跑出来很难看耶 哪里会很难看 你是要感冒得流鼻涕 还是欧巴桑卫生衣被看到哪个比介好 两个都不合 那你外面就给我穿高铃毛衣 可恶 还有这个方法 那就穿高铃毛衣吧 橘子啊 快点来吃早餐 知道了 好了 太完美了 礼拜六日会更冷耶 今天是星期五啊 第一节课不就是体育课吗 橘子穿的五班套卫生衣 好像有班套 不行啦 橘子啊 我不能穿这个去学校啊 你真的是哦 我要走了 好冷喔 没办法 还是动一动身跳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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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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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差不多该出门了呢 要不然就会来不及了 果然是今年最冷的一天 为什么橘子就是不愿意吹上欧巴桑卫生衣出去 准备妥当 庆祝开店 免费送给前五十个客人一条吐司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店了 我们好像来得太晚了点耶 没问题的 只有前五十个人才有吧 五十四 你五十五的 你看吧 第五十五个 好可惜 没问题 没问题 现在就忘记还太早了 隋岛太太 我们是有后段的 卫生衣 卫生衣 我也有穿来 你看我还穿这个 我老公的卫生裤了 我也是 穿成一些又怎么样 你等着看好了 好冷 花太太你看 看到了 看到了 又走了 我们又往前好几个了 只要再走掉两个 就可以拿到吐司 再两个人 还有三十分钟就要开店了 我已经从脚底冷起来了 华太太 你脚底会不会冷 一点也不会 我在鞋子里面放辣椒 辣椒 这样 脚就不会觉得冷了 太厉害了 好冷 脸 就用这个来保护 我有准备你的 还有二十分钟 看样子 这些人都很难缠 再两个 再两个 花太太 又走掉两个人了 太好了 这下子 我们都在前五十人里了 成功了 这是什么 有今天新开幕的一家面包店送的 你不知道排队排好长 你去排 今天不是很冷吗 活该的 谁叫你穿那么傻 你怎么穿成这样 怎样 妈 你穿得太夸张了吧 脖子上围着毛巾 脚上穿着可笑的拖鞋 还有那个 那不是我的裙子吗 你不是说你不要穿的 那也没有必要拿来当肚兜穿吧 有什么关系嘛 能够暖和就好了 今天是最冷的一天耶 那反正别人又看不到 你看啦你 谁叫你的 爱漂亮 不愿意穿欧巴桑卫生衣去上学 你看啊感冒了 这会让家人很难过的 吃完晚餐以后 记得要吃药 是 还好你不喜欢穿欧巴桑卫生衣 我才能够拿到免费的肚子 你不要小看欧巴桑卫生衣 好啦 晚餐还没好吗 你怎么把羽毛外套塞到睡库里啊 有什么要紧啊 不会冷就好了啊 应该是快递 妈 你要穿这样出去哦 只是快递不要紧啦 晚安啊 是隔壁的太太 这个 一些给你们 不好意思 我穿成这样 今天是今年最冷的一天 我们家都觉得有空跑进来 王子实在是太破了 我们家也在这一栋大楼里呢 那么打扰啦 大家晚安啊 鸡子 鸡子 什么是 我穿的 有 有这么奇怪吗 变成街法邻居的效果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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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好了 开到哦 干嘛自己一个人 又拿刀又拿叉的啊 我在练习啦 因为我要去吃法国料理啦 跟学导太太他们去吗 听说那家餐厅很棒哦 可以吃法国料理好好哦 可是我很烦恼耶 哇 不会用这个啊 以前替人家说 应该把饭弄到叉子上面来 好像是错的啦 是哦 这样才对对不对啊 老爸你说呢 嗯 吃法国料理 不可能会有白饭吧 蛤 原来是这样啊 又不是家庭餐厅 那说嘛对 你可别在餐厅里 捡食物起来吃哦 我哪有可能 这样捡起来吃啦 少来了 你很可能会这么做 我才不会这样呢 白担心的 看样子我很厉害哦 我觉得 妈吃法好像怪怪的 哪里怪的 哪里怪啊 就是怪怪的啊对吧 嗯 等一下哦 该怎么说呢 就是觉得怪怪的啦 嗯 好像 好像是用脸在吃东西的感觉 哦 原来如此 说得好啊 幼稚 你是得高兴啊 还有脸要怎么吃啊 就是这里 看起来好够 不错 最近还有杂志介绍它呢 欢迎光临 你好 感谢您平常的会顾 你好 三不五十台这种地方也不错呢 就是啊 没错没错 应该好好享受一下 三角夫人 叫你扫 这个可以 一开始要先品酒 品酒 对了 那么为我们的Madame de Jeuner干杯 什么是打酒 好像是午餐的意思哦 干杯 哦 好像蠢 虽然是白葡萄酒 但是很浓郁呢 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飘散着酒香啊 对吧 好 我知道了 那个 这个味道是玄米茶的味道 玄米茶 真的 没错 的确有那个味道 没错 水岛太太 呼参太太 我就一直觉得我好像喝过这种味道 怎么会跳不好三角太太啊 那不是哦 每个人对味道的感觉都不一样吗 就是说啊 这装饰的真漂亮 我可以参考参考 三角太太 你会自己做这种料理吗 是啊 这么重 这个刀子跟叉子 因为是银器嘛 这些银器 存银的 没问题 已经要练习过了 好像是用脸在吃东西的感觉 太太 我帮您换新的 瞎子 是帮您换叉子 花马好可爱 这个银器呢 虽然很简单 可是也很浓郁 好有弹性 是啊 是鱼肉吗 好像是 这个味道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吃过呢 什么 什么 要怎么样说 穿一号 我想看看 就是那个 应该是 那个 对吧 我说各位太太 什么 就是鱼肉香肠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是鱼肉香肠 以前常常吃吧 就是那个 鱼肉 真是土包子 这是奶油羊肉加松露酱汁 是这里的特别亮理由 你看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 这会不会烤焦了 真是糟糕 还不扫呢 那是松露 不可以丢掉的 什么是松露 还是巧克力性 好像不是 那是一种菇类 非常高级的 真的很好吃 你吃吃看吗 对吧 这个 味道 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我都被揍了 对 冰狗 打住 这个也冰狗 真厉害 就是那层味道 这绝对是内类的 我说你们 我就是内类的 这可不是在玩味道类似大会的游戏 对 法国料理吃得怎么样 简直没话说 好好 都吃了什么 我是不知道叫什么 有像玄米茶的东西 有像鱼肉香肠的东西 还有那个像烤焦的东西 不对是像纳豆的东西 还有 什么 料理的名字都是华文 所以我疼不 都味道了 你就不知道 很奇怪 我明明是第一次吃 想象不到很合我的胃口 说不定我前世是一个华国人 好热 我们家只有客厅有装冷气 所以客厅旁边的房间很凉快 可是我们快热死了 妈 买冷气了 不行 根本就睡不着 真的 等我们因为脱血而死 那就来不及了 跟你说 我们家没有钱买冷气了 妈 拜托 你可以把我的零用钱减少一点点 你以为你的零用钱很多可以减少 这有什么好骄傲的 拜托妈 还起 真就是好辣 假设真的要买冷气了 那要招在谁的房间 当然是我 ,我明天就要考高中了 那 那我 我是一个女孩子 那又怎样 姐基本上都满在客厅里看电视 根本很少待在房间里 我明年就要考高中了 所以我得整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还说 如果有冷气 我也会整天待在房里 我一定一步也不会离开 那也只是在里面睡觉而已吧 才没有那种事 我会在房间里面做很多事的 你是说把眉毛吗 你怎么会知道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 快点说啊,柚子 嘿嘿 你们看 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会吵架 所以我才不想买 我是故意的 这句话一定是假的 跟你说 跟你说啦 人就算没有冷气 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只会说大话 妈 你睡在那么凉的房间里面 当然会说这种话咯 哈啰,你好吗 中心感生 真宗再见 你把电风吹过来了 对啊 用这个喔 马上就会变得很凉很凉喔 用这个哪会很凉啊 跟你说不用冷气 不会凉的 你们看到就知道了 凉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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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也不是冷气 不过真的蛮凉的 我回来了 家里在干什么 演舞台剧是不是 爸 你回来了 不是了 爸 我跟你说 妈她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很厉害 不是我在说的 我是很厉害 怎么回事 是不是因为电风扇 所以总开关跳掉了 不会吧 也才多了一台电风扇而已 怎么可能会跳掉 就是说 我们家又不像别人家一样 有两三台冷气 怎么可能会跳掉 听起来好像我们家只有一台冷气 是一件很骄傲的事 手电筒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哪里 手电筒我放在 平常就是不好好整理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才会出事 谁知道 手电筒 长不到手电筒 你没看到我在找 说不定在我房间 就是这个 找到了 吓死人了 冲什么 没有 没事了 别人家的灯也都没有亮 看样子真的是停电 你们不热 是很热 冷气都停了 我们去凉爽一点的地方避难好不好 这样也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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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全家决定暂时到附近的家庭餐厅去避难 有点恐怖 有点恐怖 都黑黑的 真的还蛮恐怖的耶 红绿灯也不亮了 好危险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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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好 哇 月亮好亮哦 真的 诶 你们看 我们的影子好清楚哦 每次走在这种黑黑的路上 我就会想到以前在乡下的那个日子 对不对啊 老爸 啊 在这种季节里面啊 我们会拿到那个哨区去抓萤火虫啊 嗯 的确是 哨区哦 对啊 抓萤火虫要用掃臭 不是用网子抓 对吧 老爸 的确是这样 奇怪 用掃臭要怎么抓 只要用掃臭 在空中轻轻地这样一轻一轻 就会有好多萤火虫扑上来 就算没有把它们放进篮子里面去 也可以直接拿着掃臭回家 真的 老爸 我记得你以前住的地方 萤火虫更多对吧 是啊 简直就跟蝗虫过境一样多 哪可能像蝗虫过境一样多 我们再说萤火虫 对你老爸 来说 就像是苍蝇一样 越说越离谱 冰棒 也很好吃 冰棒 是做成棒状的冰淇淋了 就是冰棒 好怀念 可是最近都变了 回去乡下也很难得看到萤火虫 也看不到满天的星星的 就像是有一首歌唱的一样 往事只能回味了 对不对啊 老爸 啊 哦 是啊 那个时候真的不错哦 虽然那个时代还没有说有装冷气 但是都会有风铃 还会在地上洒水 让风吹进来 自然风哦 是最让人舒服的风的 的确是这样啊 的确是这样啊 哦 赞哦 好冰料凉哦 好久没有吃巧克力生态了啦 阿姨有到家庭餐厅来是对的啦 没有冷气还真是活不下去呢 又来了 刚刚还在说什么 往事只能回味咧 啊 赞哦 那我就再吃一个草莓冰法咯 老板啊 嗯 百货公司买的就是不一样 还是不行啦 太浪费了 今天就最好啊 我出门呢 我妈有一个很奇怪的习信 对了 华太太 这个送给你 调味酱哦 虽然是调味酱 不过这可不是一般你所知道的调味酱哦 这可是顶级餐厅才用的 只要有了这一瓶 家里的沙拉马上变成顶级厨师的味道 这可是魔法般的调味酱哦 真的哦 有够厉害的啦 就是这一瓶啊 看起来跟一般调味酱没有两样啊 只要用这个哦 马上就变成顶级厨师的特制沙拉哦 好想吃吃看哦 又够赞的呢 收到这么好吃的礼物真的是太好了 我也要舔了 不行啦 太难看了 这个调味酱哦 没有加什么黄斧剂 所以只能够维持一个礼拜了 那一定要赶快吃掉啊 什么时候吃啊 今天吗 嗯 不行啦 等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现在就吃嘛 不行就是不行就是很特别的美食哦 嗯 只要东西越好 就一定藏得更隐秘 这就是妈妈的习性 妈 我想用那个调味酱拌生菜了好不好 酷好了啦 你怎么这样啊 又舍不得拿出来用了 这可是特制的调味酱 当然要在适当的时机里面 阿伴在适当的沙拉上面 今天带穿好了 司机还没有到 好 哎呦 要怎么办呢 对了 妈 那个调味酱可不可以 嗯 就是特制的调味酱啦 妈 你又把它给忘了对不对 我才没有忘呢 我只是在想 什么时候把它拿出来吃比较好 快点拿出来吃啦 拜托你 赶快拿出来办东西 拿出来办东西 今天可是关东煮 我又没有说要拿调味酱来办关东煮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 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夕阳已久 爸爸 你蔬菜也得吃哦 小葵今天开始 你要拜马铃薯调味酱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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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跟你说要早点拿出来吃吗 快点 你一定要全部吃光光的 这可是很高级的调味酱耶 哦 生菜沉下去了 不管了啦 赶快吃吃看啦 这是等级厨师的特制调味酱耶 嗯 倒太多了 完全吃不出味道了 哎呦 你这小孩实在是哦 这一定很好吃的啦 特制沙拉的味道哦 嗯 所以我就说倒太多了嘛 哎呦 还是很好吃啦 嗯 你这种舍不得拿出来吃的坏习惯要改一改 可是我 这就是妈妈的习性 我要出去一下哦 知道了 妈 你最近都穿这一件呢 是今年的最爱吗 对啊 终于把它拿出来穿了 虽然前年就买了啦 哈 前年 是啊 在白货公司买的咧 虽然很贵 但是还是咬咬把它买下来 为什么之前都不穿呢 要穿好的衣服需要很大的决心呢 又是妈妈的习性 其实有好几次我都想说 今天把它穿出去好了 今天还不是穿它的日子 都一直下不了决心 结果就脱了两年了 两年 太久了吧 总算下定了决心 还是穿了啦 贝贝 都过了两年了 都算现在用平常心来穿它 我出去咯 这是什么逻辑啊 这是什么逻辑啊 是螃蟹罐头 等一下 马牛来了 你不要以为唱歌就没事了 这个今天就要把它吃了 知道吗 我告诉你 万一又像上次那个调味酱那样 那不是很浪费吗 可是 螃蟹真的好好吃啊 很不错哦 嗯 今天吃这个螃蟹真的好吗 今天又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我不是跟你说过无所谓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无所谓了吗 这可是很高级的雪玉子 这一次绝对不能够再到橘子看到 对话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是我送给你爱情的花朵 骗人 我才不相信呢 你已经不敢给杀了 我杀了她是因为我嫉妒她 我是这个样子吗 不要再说 哎呀 哪都这么晚了 要赶快换衣服啦 突然出现在两人之间的一道裂痕 究竟这一段恋情似乎就此结束了 下一行骑士 真凶头上顶着土 快换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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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来啊 来了 黄太太 走算赶到了 三角太太也来了 对不起 没关系的 是三角太太好心 要把展览会的门票分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厚着脸皮跟着一起来的嘛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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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马上回来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是这样的 我刚刚想起来 我好像没把门窗关好 都关好了 所以我才又跑回去确认了一次 这样啊 其实是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家隔壁遭小偷 好可怕 遭小偷 是啊 家里面的现金还有珠宝 全部都被小偷偷走了呢 好积攒 我只要想到我们家也差一点被偷 就觉得好可怕 所以现在我都很小心门窟怕得不得了呢 浴室的窗子 所以我现在都是这样 不跑回去几次重新确认 就会觉得很不安心呢 太辛苦了 我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才没这回事呢 不会啦 这种情形其实大家都有啦 没错 没错 我也有 我也有 真是累死人了 怎么没钱包 竟然在这里 包包忘了 看呀 就这样跑回去好几次 最后确认钱包也带了 包包也带了才出门呢 真好笑 还有呢 还有够子呆了 哈哈哈 可是 这汉尾的情形好像不太一样 我想起来了 我也有 胡三太太也有 确认过好几次呢 在浴室里洗头发的时候 在浴室里洗头发的时候 这是在洗第二次的洗发精 还是在润丝呢 结果到底洗到哪个阶段 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结果呢 算了 来润丝好了 这是什么 又是洗发精 结果就洗发精 瑞丝精 洗发精 瑞丝精 没完没了了 你确认起来就没完没了了 大家都会这样呢 这种情形好像完全不一样 对了 我自己也是的 花太太也是 是啊 我跟你们说 我上完厕所的时候 我刚刚有没有冲水啊 好 哎呦 真的是好丢点 只有你才会这样 不过啊 像这种事 只要自己一个人在家 有时候就是会忘记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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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跟我的情形根本就不一样啊 所以啊 三角太太啊 大家都是这样啦 就是啊 没错没错 你也不要想太多 不是你奇怪 还是大家都一样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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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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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不定人还在里面呢 不要紧 我们有四个人 说的也是 好 我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我说你 要不要紧 不 不要紧 没有遭小偷 是真的吗 好像是我自己忘了关门直接就出门 怎么办呢 什么嘛 把我吓死了 是的 今天屋子比较乱 我这个人真是糊涂 你这个人就是太不小心了 花太太 不过看样子也没那么大不了 说不定干脆不要关门它比较安全 那怎么可能呢 不过看样子 不会遭小偷就是不会遭小偷 所以想太多也没有什么用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三角太太想太多不好 没错没错 太好了 三角太太总算打紧精神 像这种没神经的人类 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我来去倒茶你们等一下